大家好,我是米酒妈妈 这会儿老大放学了 我要带着这个老二去接老大放学 你看这表情 好像很委屈 这会儿我是在纠结 是用这个背的给他背着去 还是给他推车 把他放到婴儿车里 这两天外面都很冷 淋下了 推车,躺在车上 怕他一个人显冷 背着吧,又怕他动脸 怕他要睡觉 这可咋好呢 又要睡觉 背着吧,好不好 背着啊,好好好 好了,背好了 就这样,那我们出发吧 走了走了 后悔了,后悔了 太冷了今天 怕他面朝着那边吸那个冷风 然后在路上碰到一个阿姨 让人家帮我把宝宝转过来了 冻得我的耳朵都疼 我们小红豆好像很兴奋的样子 好像还挺喜欢 挡起来 挡起来 哎呦 靠在妈妈身上睡觉 走过去要十几分钟 到了,到了 今天还排在前面了 成了焦点了,是不是 哎呦,风来了 接到了,接到了 我们赶紧这会儿回家了 看洞的脸都红了 走吧 快走啊 到家了,到家了 这个也睡着了 好,暖风机打开 来,烤一下 能不冷 有脸了 脸都冻红了,是不是 嗯 妹妹的脸都冰冰凉的 是的呀 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你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什么 没什么 你刚发现了什么 裤子上什么 今天我们小米酒从学校出来 拎着一个脏衣袋 里面有一条棉毛裤 她跟我说 妈妈我尿了一条裤子 我说我天啊 这一学习下来 你这最后要放假了 你尿裤子了 结果人家老师追出来了 人家老师说 小米酒没有尿裤子 是提的时候 是那个冬下尿的时候 可能裤子没提好 是不是 是 尿到那个裤腰那里了 这个温度晚风 还能把它推干 搞不搞笑 咦 还闻一下 什么味儿 还是给推干嘛 什么味儿 用暖风气给 这个也放凳子上也行 我那个壳就推干了 那个已经沾了那个湿的地方了 说明它也有尿了 什么时候放的裤子啊 学校的那条裤子啊 好久了是吧 那个裤子有点薄了 所以老师没给它直接换外面的 把里面的换了 外面的那条有点嫌薄 就给它垫在那个湿的地方了 把去洗手 把手洗了啊 回来时间是洗完手拿点东西吃 还有明天一天啊解放了 明天一天就放假了 就不用上了 你会不会想念幼儿园啊 会的 等过完年明年再去上吧 好不好 但是明年不是幼儿园 明年也是幼儿园 幼儿园要上三年知道吧 那个三年就是小红豆的三岁 对对对 你上三年出来小红豆就是三岁了 等你上一年级 小红豆也要上幼儿园了 晚上要犯账 我又很想练老家 又很想练幼儿园 那怎么办呢 哎呦 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说明你长大了 那怎么办呢 那是想回老家 还是想上幼儿园 哪里更好玩 哪里 就是哪里 我就听老师说 那个七月四日 不是生病来放假的 就是他回老家了 你有没有问老师 他们老家在哪里呀 没有 哈哈 我就在想 妈呀 吃 吃云洞 我就回老家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说明那个小孩的老家也离得很远 跟我们一样是外地人 我们马上等你那个通知书 嗯 拿了之后 等你过完生日 我们就回家 哎呦 妹妹也醒了 醒了 醒了 醒了醒了 给他放下来 我来给你倒点水喝啊 小红豆 嗯 暖和一下 喝点水 暖和暖和 辛苦我们小红豆了啊 嗯 喝吧 喝点 喝点 吃咧 吃 这会儿才会喝了 大大的喝了几口 哎 不错 你也喝吧 哎呀 妹妹终于会用这个鸭嘴杯了 嗯 嗯 你别弄他 让他自己喝 他自己都懒得拿 不喝了不喝了 喝了好大口 嗯 我看看喝了多少 我给你 姐姐又给我们喂呢 喝不喝了 他要自己拿 那你给他吧 你可要 哎呀别把水给弄砸了 不会傻 但是那个头会弄脏 那你帮他拿着吧 我们的姐姐帮你吃饭了 不然你吃饭了 那你拿不完了吧 你不怕 都会让你吃饭了 我那点就没有啦 感谢观看